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新人女团Aigu 通过Short 음악中心展开了出道舞台 但是安约瑾当天的舞台服装 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所以是怎么样的服装呢? 当天安约瑾穿了紧身黑衣 加上这种风格的蓝色服装 因为安约瑾是未成年人 而这服装看起来很像是女性内衣 所以马上就在论坛引起了热议 一定要让未成年人穿这种性感服装吗? 连钢丝都看到,根本就是内衣 因为太像奶昭觉得很奇怪 原来这样想的人不只是我一个 看直拍的时候还可以 这样看确实是感觉很奇怪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我是不觉得什么性感 只是觉得款式很烂 最近都什么时代了 这程度的话也没什么吧 所以大家也觉得 未成年人穿这种服装的话会很奇怪吗? 下个休息室 昨天在韩国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个坦升是Melod Music Award 2021 当天IU庞弹苏的Aespa获得了大赏 其中IU拿下了Top10 最佳创作人 最佳Solo女歌手奖 年度最佳专辑奖 年度最佳歌手等 五官王 成为MMA获奖最多的歌手了 在颁奖典礼结束后 IU在车内听到粉丝们 在外面大喊恭喜获奖的时候 IU哽念的回复谢谢的样子 也受到很多网友们的关注了 啊 IU本来真的是没眼泪的 虽然在哭 但是真的太美了 为什么我想要流泪呢? 然后另外一个大赏获奖者 新人女团Aespa 今年同时拿下了新人奖跟大赏 这是继11年前 女团MISSIE之后 首次创下的大纪录 Aespa这其实真的很可怕 一次拿下新人奖 组合奖跟大赏 真的太棒了 实至名归 不获奖才奇怪 今年真的是超疯狂 30多岁的我到现在还在听 Next Level 非常期待下首歌 再次恭喜所有获奖的歌手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以领养孩子一个月的夫妻 与9个月大时就被领养的19岁高中生的相遇 领养孩子一个月的夫妻 9个月大时就被领养的19岁高中生 夫妻一开始以为只是与领养专家见面 我们以为是跟领养专家见面 所以准备了很多想要问的问题 其实因为我们家孩子是5岁的时候来的 所以现在就已经开始问 哥哥跟姐姐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吧 但是从来都不说自己也是从妈妈肚子出来的 所以很好奇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呢 也好奇你在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时候 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呢 从小的时候开始每到傍晚 爸妈就会抱着我说 说啊 虽然你不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 但是是爸妈很宝贵的女儿 每当那个时候都会觉得 自己是非常宝贵的存在 比一般人收到的关爱更多 啊 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 这让我很有安全感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觉得 他们就是我的父母 那你不想知道你的生母是谁吗 没有想过要去找她吗 上小学的时候 10岁 9岁那个时候 在看到有关家人的电视剧后 我突然问过母亲 妈 我的亲生妈妈在哪里呢 妈妈当时非常慌张 在长大之后 我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不会想要去找我的生母 如果见到的话 就想说一声 谢谢你生了我 那站在子女的立场 你觉得我们应该 怎样对待我们的儿子比较好呢 父母亲应该为你做了很多事情吧 我爸爸的职业是反偏见领养教育讲师 有一次爸爸去我们学校讲课 在说了很多有关领养的内容后 播放了讲师家人的影片 那里面有我 夫妻祈祷了八年 尹妾盼望了八年 才领养到了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能带来幸福的天使 当我的脸出现在影片中的时候 同学们都回头看向我 然后爸爸说了 我宝贵的女儿就是这个班里的宿 当天有一位跟我不是很亲近的男同学 突然来到我身旁说 你爸爸真的很帅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什么领养 但是等我长大后 我也想要领养 成为跟你爸爸一样很帅气的人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是被肯定了 苏阿有没有想要问的问题呢 为什么会想到要领养呢 对那个孩子来说 这样就是有了父母 有了家庭 就能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想要给孩子创造出那样的世界 现在我希望我的孩子 也能跟苏阿一样快乐的长大 那其实是可以领养新生儿的 为什么会选择领养年长儿呢 我们听说最近很多人都想要领养女孩子 男孩 尤其是年长儿 很难被领养 领养很难拥有新家庭的孩子 这就是我们的理由 所以就领养了有年龄的男孩 我突然想到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孩子刚到我们家的时候 看到了桌子上的饼干 就说想吃饼干 我就开玩笑的说了 哦 那是用妈妈的钱买的 一瞬间 孩子的表情就僵硬了 我马上就说了 但是西五可以吃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孩子就方声大笑了 我也是那样的 很多被领养的孩子也是那样 领养是可以完全改变一个孩子人生的事情 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真的很谢谢你们 改变了一个孩子的人生 谢谢你们 之前在保育院 现在来到这里后 这里变成了谁的家呢 西五的家 是爸爸妈妈跟西五一起住的家吧 嗯 然后要跟爸爸妈妈住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死为止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爸妈出去后会再回来的 你是因为爸爸妈妈的爱 而成为我们的儿子的 知道吧 嗯 一定要记住 这样总是能说我爱你的父母 真的是比亲父母还要好 苏瓦说见到生母的话会说 谢谢生下了自己 这应该也是现在的父母 有一直对他说 你不是被遗弃的 是被保护的吧 不是生了就是父母 希望能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 所以大家对于领养 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幸福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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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